老师常常走路去上班吗? 是的,老师总是走路去上班。 同学常常走路去上学吗? 是的,同学总是走路去上学。 老板常常开车去上班吗? 是的,老板常常开车去上班。 朋友常常开车去上学吗? 是的,朋友常常开车去上学。 邻居常常坐火车出行吗? 不是,邻居不常坐火车出行。 同事常常打出租车出行吗? 不是,同事不常打出租车出行。 老师有走路去上班的习惯吗? 没有,老师偶尔才走路去上班。 同学有走路去上学的习惯吗? 没有,同学偶尔才走路去上学。 老板有开车去上班的习惯吗? 没有,老板很少开车去上班。 朋友有开车去上学的习惯吗? 没有,朋友很少开车去上学。 。 邻居有坐火车出行的习惯吗? 没有,邻居从来不坐火车出行。 同事有打出租车出行的习惯吗? 没有,同事从来不打出租车出行。 老师下课以后一般有什么安排? 老师下课以后总是去看小说。 。 同学下课以后一般会怎么安排? 同学下课以后总是去打游戏。 。 老板放假的时候一般有什么安排? 老板放假的时候常常去看电影。 。 朋友放假的时候一般会怎么安排? 朋友放假的时候常常会去逛街。 。 邻居周末的时候一般有什么安排? 邻居周末的时候一般去喝酒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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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同学下了课经常打游戏吗? 不是,同学下了课不常打游戏。 老板下了班经常看电影吗? 不是,老板下了班很少看电影。 朋友下了课经常去逛街吗? 不是,朋友下了课很少去逛街。 邻居下了班经常去喝酒吗? 不是,邻居下了班偶尔才去喝酒。 同事下了班经常去打球吗? 不是,同事下了班偶尔才去打球。 老板下了班会不会经常看小说? 是的,老师下了班总是去看小说。 同学下了课会不会经常打游戏? 是的,同学下了课一般都去打游戏。 老板下了班会不会经常看电影? 不是,老板下了班不常去看电影。 朋友下了课会不会经常去逛街? 不是,朋友下了课偶尔才去逛街。 邻居下了课会不会经常去喝酒。 不是,邻居下了班很少去喝酒。 同事下了班会不会经常去打球? 不是,同事下了班从来都不去打球。 不是,同事下了班从来都不去打球。 对于,同事下了班的偶尾, 不是,我不感觉到我去打球。 对于,我们下来都不在打球。 晤天了班会不会因此, 在无论的眼看。 我认为变了班牙,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